楊市長 翁副市長 以及我們臺北市政府代表團的政務市長及三位議員 還有在場的各位嘉賓大家好 這個世界一直在變 七年前有誰會想到iPhone會改變了這個世界 一年前又有誰會想到我會擔任臺北市長 一個月前又有誰會相信我今天會站在這裡與上海的朋友們見面 但是在這個多變的世界當中有一件事情不會變 那就是台北與上海長期建立的友誼不會變 所以今天這場論壇對台北和上海都別具異議 它不僅代表兩次城市交流的延續 也是兩次交流的創新 目前我們正在規劃 205年的台北市城市願景 我們已經組織了城市願景委員會 除了廣邀化領域的專家來參與規劃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秉持著一個全民參與的精神 未來各項計畫都有公民參與來討論 政策的制定需要三個因素 民意 專業 價值 臺北市政府的價值就是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因為我相信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這也就是這一次雙城論壇特別增加了四個分論壇 擴大了民間的參與 大家都是自發 自願 自慧的來參與 這是一個官方與民間合作的新典換 對於台北和上海的交流 我一直希望能夠擴展層面貼近民眾 也非常感謝上海楊市長和我有同樣的理念 讓雙城論壇不僅延續了市政的合作 更增加了這四個分論壇 讓討論的議題和參與的對象 都能更貼近民間 在這裡我要感謝四個分論壇的召集人 還有一起來參與的朋友們 當然也要特別感謝上海市政府的安排和接待 這一次我們參與的人數是以往兩倍以上 達到130人負責接待的上海市政府團隊 你們辛苦了 也再次的感謝你們 今天即將簽署的合作備忘錄 除了延續區政的交流以外 也增加了兩次公務交流和交通票證服務的項目 特別是優惠卡票證的合作 會對兩岸市民的來往增加很大的便利 雖然還不能立刻兩卡互通 但是優惠卡公司 為了今天的論壇 特別製作了紀念盤的優惠卡 也標示上海跟台北未來的合作 暢通無阻 我們也非常期待 上海的市民到台北來使用優惠卡 2013年全世界有三公車人口會住在城市 因此城市的創新 會是改變未來的力量 台北和上海是兩岸最先進的城市 也相信透過雙城論壇 展現城市交流的正面效益 成為一場雙贏的局面 中國大陸在去年已經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而上海則是這第一當中的第一 對於兩岸城市交流及雙城論壇 我一向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精神 和四個互相 也就是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的原則 來達到促進交流增加善意的目標 也期盼上海和台北一起合作 在雙方既有的政治基礎上 促進兩岸的交流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謀求兩岸人民最大的利益 這也是我一如新觀點的想法 今明兩天 我將會參訪一些重要的歷史建築 包括四行倉庫 與中共一大廢子 在這些刻著歷史記憶的北大建築面前 人類顯得如此的渺小 因此 我們要用更謙卑的心情 彼此對待 和平相處 避免爭端 對於兩岸的城市交流 只要有利於兩岸人民 我都會積極去做 只要有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 我都會拒絕 再過兩天 就是農曆的七夕 七夕最重要的就是搭起那座橋 讓有情人能在橋上相逢 也預祝雙城論壇 順利成功 成為兩岸交流的橋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